你看他的这个声音 林子祥的这个特点就在这 就是这我个觉得走红 其实给林子祥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设 他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disco 我们可能也听说过funk 这什么叫discofunk 这个就有点意思 就是是disco的古典 但是呢 音乐里面他用了很多funk的那种 短处的那种 特别颗粒感的那种节奏 有你来听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这个 我们的歌 第二期里面的 林子祥跟胡夏两个人唱的 《真的汉子》 这又是一首经典老歌 经典的粤语歌 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么一首歌曲 那么这首歌曲呢 其实也是为林子祥 确立了一个这么硬汉的这么一种形象 所以说我觉得 一个歌手在成名的时候 就有一首标志性的这么一首歌曲 对于他的人设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首歌曲的走红 其实给林子祥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设 他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就是杨刚的 硬汉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包括他后来唱的这个 《男人当自强》 你看进一步的这个 加强了他的这种 就是硬汉的那种形象 这个《真的汉子》就是他的一首 我觉得一首非常标志性的一首作品吧 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们来说一下这两个人的演唱 然后呢我今天主要是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歌曲的风格 这首歌曲的风格呢很有特点啊 我们一会再说 好我们先听啊 对了我先说一下啊 看到这个词曲作者 这个作曲 这个歌曲的作曲是林子祥 是他自己写的 作词郑国江 大家看我节目啊 之前上一期节目要看过的话 大家可能还是记得这个人 上一期我们在介绍这个 《偏偏喜欢你的》的时候 我们说过郑国江啊 就是香港八十年代非常著名的填词人 你看这个《真的汉子》 又是郑国江填的词 郑国江填词林子祥作曲 好我们接听 你看他的这个声音啊 林子祥的这个特点就在这 就是从这个喉咙底下啊 挤出来的那种 这喉音啊 就感觉你感觉好像他唱歌 好像是挺紧的 挺挤的啊 但是呢 对他自己来说 这是一个可能是 很自然的这样的一种 发生的状态 所以说唱歌啊 唱流行歌曲呢 我们第一 我们是讲究 个人化 个性化 但是呢 第二个大家也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种声音 林子祥对于他来说 是特有的 他自己的一种 说话方式 或者是发声方式 他很舒服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去学他 你也要是去抢挤 硬挤的把这种声音挤出来 或许呢 就不是很自然 所以说我们听后面胡夏唱 胡夏其实他并没有去 就是刻意的模仿林子祥 他还是用自己的声音在 在演唱 所以他没有了 林子祥的那种 那种猴音 那种挤压的那种状态 但是呢 他还是唱出了那种 阳刚的那种状态 所以音色不一样的 这两个人 不同的歌手 他音色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里面我们也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唱歌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模仿别人的音色 这是一个大忌 其实我觉得胡夏这里面 做的还是挺好的 我们听啊 大家有没有听到 他这个声音就软了很多 但是呢 他还是在表现一个 就是说真的汉子 汉子那样的一种音色 但是他没有像林子祥那种 就是说挤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 胡夏还是做到了自己 你看他那 他还是 他还是 哎呦 带点气声的 他没有说 就是那种压缩 压迫的那种感觉 他是顺着来的 声音处理上两个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再听一下啊 你看他这种声音出来 你看这个这种声音啊 这就是林子祥的特点啊 所以说我们看啊 这个 这里面两个人的这个 音色啊 就是很很明显的就是区别 但是呢 就是我们听出来了 嗯 林子祥的这个辨识度 在这里面是极高 所以说这个我们再次就是提到 就是说林子祥这样的歌手 就是说在 华语乐坛吧 也是少有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音色 这样的一种歌唱方式 这样的一种发声方式 啊 极为独特的一个歌手 啊 他唱任何歌 你看上一次他唱那个《评着爱》 啊 或者是他唱别人任何的歌曲 我觉得他都会 烙上自己的烙印 这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啊 就是说歌手唱的好的歌手太多了 但是呢 如果说能够让人一听 就自己应激的歌手 其实还是 比较缺的 我觉得林子祥就是这么一位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啊 这个这个歌曲的风格吧 因为这个歌曲呢 呃 是比较明显的一首这个 Disco Funk 啊 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 Disco 啊 我们可能也听说过 Funk 啊 这什么叫Disco Funk 这个就有点意思啊 啊 其实啊 这个歌曲呢 大概是在1988年出来的 啊 80年代 其实是这个 Disco Funk 比较盛行的一个时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当时如果说大家要是关心欧美的流行音乐的历史的话 可能就会有个印象啊 在80年代或者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风潮 就是那个爆炸头 啊 不管男的女的 这头发就像那个包笔花一样爆开的那种 爆炸头 啊 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很多就是 嗯 Disco Funk的这些一些歌手 啊 Disco Funk 比较著名的是 Core and Gun 啊 叫酷而一火 翻译过来 那么 这个歌曲呢 也是一首比较典型的 Disco Funk 啊 我们先倒回来 我们再听一下啊 你听他的这个古典 啊 就是是Disco的古典 但是呢 音乐里面 他用了很多Funk的那种 短促的那种 啊 特别颗粒感的那种节奏 啊 然后呢跳跃性的啊 就是比较就是那种跳跃性 奔腾的那种那种那种 Bass啊 声部啊 我们可以听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啊 点点的就是那种 哎 你看这个就是古典 就是一种啊 就是一个流行舞曲啊 或者是Disco发展的后来啊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 节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有点像那个硬摇滚啊 就是那种呃 强调二四反拍的这个节奏啊 这个重音 这是一个特点 然后呢 第二个我们听他的那个 呃 里面的那个吉他啊 你看 你看他就是呃 放客的特点啊 这就是这个吉他弹的就是放客的特点 就是那种很颗粒感的 他是呃 石子很短 �겠어요 就是 就是唉 非常短 然后呢 反排 就是 诶 就是哎 这种反排的那种 很短处的那种节奏 哎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放客的那种啊 那种那种节奏特点啊 然后我们再提贝斯 因为很跳跃 这个因为 iPad听不太听出来 就是我们如果要用好的音响去听的话 这个低音还是非常有 有这种起伏跳跃性的 音乐里面 贝斯是非常重要的低音 贝斯如果说你要是跳跃起来了 那你这个音乐整个音乐就动起来了 所以说disco的这种音乐 一个是古典 要不就是这个 这种传统的disco 要不就是像后来 就是用了这个应摇舞里面的 就是这种反拍 强调反拍 然后里面 你看像这里面融入了funk的节奏 融入了跳跃式的那种贝斯 音乐 bass一跳起来 然后古典一强劲 二四拍反拍一强劲 这个整个音乐就动起来 所以这个歌呢 你看它是一个 非常有动感的一首歌曲 所以你听到 在听到这样的一个音乐 这个就是一首disco funk 这样的一种风格 我觉得在 这种歌曲里面体现出来 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风格的特征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说一下 那么说到disco funk 其实 在70年代 这种音乐是在70年代兴起的 其实很多都是黑人 因为70年代呢 disco在欧美已经非常风行了 我们中国是80年代引路的这个disco 当时出现了很多那个什么河东啊 猛士啊 我们当时翻译过来叫蝶式高嘛 是吧 是从香港啊 当时翻那个传到大陆的 但是香港呢 实际上是从欧美来的 其实70年代 传到我们这个香港跟大陆呢 就是已经晚了大概有10年 那么disco 是这样的一种音乐 舞曲 funk呢 其实是黑人的一种 从那个 soul发展过来的 然后呢 在funk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他一个呢 是跟disco进行了结合 跟舞曲 变成了一种可以跳舞的音乐 另外呢 funk跟另外一种音乐 跟爵士进行了结合 出现了一种叫爵士funk 爵士funk呢 可能他的节奏感上 律动上啊 就更强 然后呢 discofunk呢 诶 他的节奏可能就会比较 相对比较机械化 但是呢 他可以跳舞 因为黑人 你知道当时 后来的这种 就是 嘻哈 其实很多都建立在这个 discofunk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那么这个呢 正好 今天通过这首歌曲 顺便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音乐风格 好吧 那么今天这首歌曲呢 就跟大家 大概聊到这儿 我们下一期继续关注后面的歌曲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写下去